花蓮县文化局办理的明华园戏剧团 2022花蓮传统艺术巡演 经典在线的演出活动 5号的晚间 是在新城乡的北埔火仇战前广场 隆重的登场 县长徐真伟 新城乡长何丽台 全程欣赏表演的过程 同时也吸引了数千位的民众到场 现况是相当的空间 在面还原当家小生孙吹风 精湛的演出 2020花蓮传统艺术巡演 经典在线鸦母王 5号晚间在新城乡火仇战前广场开罗 这场演出包括新城乡徐真伟 立委福昆奇 新城乡何丽台 先演出光明 珍宝秀 新城乡演员代表会副主席张梅华 代表邓可平等人 全程陪同所有乡亲观赏传统艺术歌仔戏 新城乡何丽台 相当的感谢新城乡徐真伟 这次邀请民华园下厢演出 首场就是在新城乡热情的演出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明华园的总团 特别安排今天最最最棒的一个夜晚 在我们新城乡来演出 这个总团 尤其我们这个孙翠凤 今天我还是 都是在电视台看到他了 包括现在 我今天是文明而来 我跟我美华 我太太讲 我们今天晚上要从头做到尾来看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都不能离开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希望大家要这个地方 人家从台北来 县政府愿意花这个钱 他们来这个地方 我们来欣赏这样子 台湾传统的艺术 真的是我们是真的 今天是非常的幸福 现在许帅表示 一年一度的艺术下厢演出 就是要把艺术展演 前往各部落 各社区 每个角落 让些民们能够感受到艺文的气息 同时也分享给大家 精湛的艺术表演 我想非常非常开心 再次邀请到明华园 来到花莲来演出 而一演就是六场 而每一场的剧目都不一样 每一场的剧目都不一样 就要考验我们的这个功夫了 对不对 你要说这个软石粒 硬底子 真功夫 通通都在明华园 除了我们的演员 我们戏班是硬底子以外 真功夫以外 其实整个道具 整个设备 其实也都是好几个货柜 好几个货柜来 当然今天这位看到 有很多的小小的粉丝团 是跟着来的 我记得前年 在岁末年中 我们也请了我们的明华园 也来到了新城乡来演出 而那时候也演出了非常多的剧子 在我们的这个各乡镇 那今年特别再邀请这个明华园来 明华园剧团总团的演出 不但拥有传统艺术文化气息 过程更是妙逸如猪 充满趣味 欢乐气氛 获得在场的观众热烈的掌声 整个公演活动 在所有观众一有为 今天的热闹气氛当中 圆满结束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